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际线也能看皮成型了 既然这样 那今天彼此仰就好好探究下 好看的发际线究竟什么样 发际线好看有个大前提 那就是头骨的形状必须优秀 这里的头骨指的是 颅顶其镍区 发际线其实就是头骨形状的外在表现 头骨长得不好 发际线是没有逆天改变的机会的 其次是要符合比例 太高和太低都不符合美学标准 发际线太宽和太窄也不行 这个太容易理解明白了 如何调整这个问题 只发际光脱毛 好像说了一万遍了 不过 彼此仰仰说 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这类方法 欧阳娜娜这种 涅布后驱太窄的 一拖变成了头全是脸 还会显得涅布更不饱满 最后发际线要把握好毛发感 毛发感太重 显顿 不精致 增加虎气 你看彼此的before和after 毛发感太轻 则显得头发稀薄 家具显老 还会显假 特别像是做出来的发际线 毛发感适中最好 并且少有些小绒毛 还会显年轻 小绒毛是婴儿的特征之一 巧妹的那一座小绒毛 一直到现在都保留着呢 最后一个 好的发际线形状 能修饰脸型 林千霞原本的发际线偏向平直 发际线没有什么大问题 只是呢 它有轻微的歪脸 两侧的下颌拐角位置不对称 屁股下巴的两个骨骼 凸点也不对称 平直发际线会视觉上 加重脸部偏和问题 后面它就改缘了 既能转移了歪脸的问题 还柔和了下半张脸 全是直线条的稀利感 让脸部线条更为流畅柔和 加持了美貌度 小小的发际线 藏了那么多的秘密 朋友们 保护发际线 从你我做起